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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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知道吃蔬果好健康 但是我們又常常在這些報章雜誌上看到 檢驗到這些蔬果有農藥殘留的問題 讓這些媽媽們都很擔心 我今天到底烹調的這些東西 是否把農藥去除乾淨了 今天我們請到歐正浩醫師 來跟我們談談農藥的殘留問題 同時如何正確的去除農藥的方法 佑文醫師你好 樊老師你好 那一般蔬果其實我們的有關單位 大概都會有定期的檢測 所以在農藥殘留方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大部分這些蔬果上面農藥都是水溶性的 所以家庭主婦們還是擔心的話 其實是用水大概放流15分鐘慢慢的清洗 大概都可以把殘留的這些農藥把它清洗乾淨 然後再食用 另外比較不容易清洗到的地方 比如說一些蔬果的地的部分或是根的部分 最好把它切掉去除不要吃 靠著這些方法大概就可以避免吃到殘留的農藥 歐醫師我們知道過去常常會在這個連續採收的 譬如說有一些茄子或一些瓜果 它可能是這次採收 然後還沒有採收完 那下一次又再採收的 這樣子的農藥殘留會不會比較高呢 就是說這種連續採收的 因為它如果採收的期間 撒完農藥有效的安全期之後 它還是有可能會殘留農藥 所以這些連續採收的這些蔬果類 我們最好減少食用或盡量不要食用 歐醫師那連續採收型的蔬果有哪些呢 連續採收型的蔬菜水果 包括這些豌豆啊 茄子啊 小黃瓜啊 四季豆這些 都是屬於連續採收型的蔬菜 所以我們在買這些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的清洗乾淨 要特別小心要清洗乾淨 那如果颱風來了 我們難免要去搶買一些蔬菜 這個是媽媽可能會做的 那我們萬一買到這種樣的蔬菜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處理 讓它的這個農藥可能少一點 對 第一個那當然就是在颱風過後 我們盡量避免吃這些搶收的蔬菜 盡量食用根莖類蔬菜或是冷凍蔬菜 比較能夠避免這些農藥的殘留 那我們如果說這個洗菜的時候 我們加鹽還是加小蘇打加醋 是否有助於這個農藥的排除呢 在我們研究來看呢 加鹽加小蘇打加醋 大概沒有辦法有效的排除這些殘留的農藥 最好的還是清水洗10到15分鐘 那我們在烹煮的時候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加速農藥的排除呢 一般農藥大概都是水溶性的話 就是水煮的話 一般大概就是可以把農藥分解 最好不要吃生菜 對 生菜沙拉這種 它除了農藥殘留 有可能一些細菌的殘留都有可能 所以呢 這個歐醫師跟我們解釋了之後 我們就知道 吃蔬果其實不要害怕 只要確實的用清水清洗 然後呢 烹調的時候用加水 然後呢 開蓋烹煮 這些都有助於農藥的去除 今天謝謝大家 也謝謝歐醫師 謝謝丹老師 如果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喔 還要記得去按鈴鐺 才會接收到我們的通知喔 沒錯